快艇再度进到鲤鱼潭搜索 找到一名男子载扶载程 确认身份后进行打捞 一行人小心翼翼靠岸 将男子移动到岸上 消防确认人已经死亡 因为他自从落水后 历经16天才被巡获 好了好了 OK 好了好了 22岁流姓工人来自彰化园林市 13号到苗栗鲤鱼潭水库 进行清淤泥作业 结果疑似不慎落水 但消防队1.8天 迟迟打捞不到尸体 家属20号更在白沙徒妈祖 进香期间 带着男子的衣服 请求妈祖协巡 期盼他赶快回家 就是求神拜狗这样子 那天在求妈祖的时候 要讲说希望几天内 找到弟弟的大体 过了三天之后 我们才再赶去北港 跟妈祖讲说 希望可以在五天内 找到弟弟的大体 死者姐姐激动 感谢白沙徒妈祖协助 终于在28号早上7点半左右 发现弟弟的遗体 流行民众被发现已浮出水面 消防来源 穿着水域救援装备 接近大体 确认已明显死亡 于大坝左坝座 上游水边 由本分属同仁发现大体 后续将由大湖分举 报寝相宴 目前家属已经去 头份殡仪馆认识 不过男子进行情谊作业 意外遇死结 死因到底为何 得在建方相宴遗体 持续抽丝搏剪 现在就有苗栗综合